这边是福建的一个县城啊 我的天呀 这个县城真的是让人惊叹不一样 看看远处 这个县城不大 这边就是这个群山的 我们转过来 看看这个里面 这就是他们县城配套的一个县城大公园 这个大公园非常牛啊 感觉和那些大城市啊 就像那种新一县大城 一县大城那个四种形的公园差不多啊 看看这里面 环境非常好啊 而且比那些城市的这种大公园 我感觉更好一些 因为那些这一个 城市的大公园 它基本上放在四种形 然后四周都是那个高楼林立的 它这边是两面高楼林立 然后两面都是这个环山的 这两面是环山的 大概看看 然后再往那边两面 就是这个高楼林立的 这也是这一个县城非常牛的地方 高楼林立的 我们走过去看一看啊 走到那一个大瓜厂那边 看的就这个更清楚了 它这个县的话 从人均收入上来看 感觉不是特别强的县啊 2022年的总GDP是 109亿啊 在县城里面也算还可以吧 但是算人均也不算特别高 当然在县城里面算比较高的 如果要跟那些大成比的话 就没那么高了 它长出人口有100多万 100万出头吧 算人均的话刚好是10万多 10万多一点 在县城里面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我感觉也不足以支撑 这么多这种高楼林立啊 你看 这个都是高楼林立的 这边也是的 而且它这边的房价也不低啊 房价非常高 真的是非常高 像一般县城的房价的话 基本上都是4000多啊 到这一个7000左右啊 你像那个贵州那边 很多县城都是这一个4000多 而且比较强的这个县城的话 县城就是这一个七八千左右 它这边大家知道多少吗 就我们眼前看到这一个楼盘 它是这一个 二玩二啊 里面听说二玩二 还有那边那些 也都不低啊 一万七八的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这是什么概念 你像那一刻 我国的新一县大城 长沙 湖南的省会 大家知道它这个中心城区的房价是多少吗 均价是一万三 一万四左右啊 一万三一万四左右 成交价应该都是在一万三左右 挂牌价是一万三千六百度啊 成交价应该都是在一万三左右 中心城区啊 就内环城区 它这边比新一县大城的内环城区的房价还高 你看看这是有多恐怖 我感觉它这边的本地人根本就买不起这边的房 就这些新房 但这些房的入住率都挺高的 为什么 我感觉很多都是拆钱户啊 因为它这边 原来应该就是这种存子的模样 存镇子的模样 然后拆钱之后 它就是 很多人就赔房 赔在这赔在这个里面来了 不然的话它哪来这么多这个人住在这个里面呢 你这买房谁买得起 它这边全线的均价是一万五 你买个八十瓶的你就得 一百二十万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肯定拿不出一次性付款了 很多人可能就贷款了 如果是贷三十年 大家知道这个月共得多少吗 月共得这个六千多 六千多 月共得六千多啊 谁付得起 这个县城里面也 有多少人家付得起六千多的 我感觉百分之这个七八十的都付不起啊 只有少数啊 这个收入比较高的 它才负担得起 绝大多数人肯定都是负担不起的 那真是全家一家的收入 全部都这个还房贷了 留一点钱吃喝 那还干什么 那什么都不下干了 那一生都在还房贷了 然后勉强这个生活着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它这边 大部分应该都是这个拆迁的 然后这个 外来买房的我感觉 应该比较少啊 你像 这边工资也不是特别高嘛 它人均收入也就那么多 那你这个 要是来这边买房 你还不如去这个大城市生活 对不对 大城市机会也多一些 肯定比它这个县城的机会要多一些 我感觉韦斯基确实有点太夸张了 它这个县城 曾经确实是相当不错 但这个房价确实有点太夸张的 只能说对当地人来说 这个环境提高了很多 虽然说是在县城的 但是和那个在这种 二县啊 新县啊 这个大城的四种性格也差不多 这边的这个配套环境什么的 看这边 根本看不出来像 越南老海中那种县城的模样 太牛了 实在是太牛了